杭州金海公寓部分业主反映 小区里正在强制拆除原有的突宝龙 要求统一更换为平宝龙 他们纳闷的是 突宝龙当年明明是派出所要求大火庄的 为什么现在说拆就得拆 说改就得改呢 金海公寓是杭州西湖区 满新街道的一个老小区 小区的外立面搭起了脚手架 再拆除原有的宝龙 没有正当的程序 强拆 是不是 然后赔偿条件 各方面都没谈好 所有的东西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面 拆之前有没有贴出一个什么征求意见的 没有吗 他们征求意见有 但是征求意见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我给你们看一下 1月19号至辖区就改小区居民的一封信中说 近期将会就突宝龙 拆除事宜逐户征求意愿 以状为单位 如本状居民同意拆除突宝龙的 将按方案实施 外立面改造 有安全需要的 可以向社区申请统一安装平宝龙 不需要的 由街道给予一定的补偿 接下来这段文字被业主画了一个红色的圈 内容是 如本状居民不同意 拆除突宝龙的 本次工程也不会强行进行外立面改造 同时也会做好其他改造工作 这封信干了街道的公章 相当于这个也可以不猜 就是看看居民自己的 自愿的 是吧 自愿的 就这么样一回事情 那结果 大家都不同意的情况下 他来强猜 没有统治 没有公司任何结果 最终要改面什么东西 没有给我们任何一个结果的 好了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 通知今年开始要搞了 那基里所知 是多数赞成还是 不知道啊 我们不知道 都没有统计过 有没有征求以前 我们都征求过 征求过的话 我希望你能出示 指指比例 比例有没有 有的有的 比例也没跟我公司过 因为整个小区 你也看到了 因为今年呢 是最后一年了 老就改 像丹丰 金海这个小区呢 是九几年的 你说不改也不行了 你这环境看看 这么脏乱差 社区的王书记介绍 目前小区正在实施 老旧改工程 统一把原有的 突宝龙拆除 改成平宝龙 你突宝龙 你是不是有安全隐患的 是吧 那我们前两天 有个小区烧起来 你说老人都逃不出来了 是吧 平宝龙没这个问题吗 平宝龙它有开启 是的 我们现在全给它们 改成开启 这个就是平宝龙 对 这就是平宝龙 就是一种门 是吧 对 现场有一户二楼的住户 原有的突宝龙 被改成了平宝龙 宝龙上流了一扇门 可以在危急时刻开启 以便于消防逃生 你如果愿意突宝龙 才叫改平宝龙的 那我们就改平宝龙 它用不是它 它用不用叶子承担 你如果真的有些人 他不愿意平宝龙 他说的愿意补偿 那么我们街道 也有一个补偿的 160一个平方 按照这个小区的 按照你的创工 就他自愿 把他原有的宝龙拆掉 对 你们按一平方160补偿 他也不装宝龙了 对 我们也有金额补提 因为我们整个 整个街道18个小区都在做 现场有业主提出 当年小区交付时 还是警方要求大伙装宝龙的 现场杭州西湖区 文新派出所的民警也在 前期要有个说明的呀 大家有个合力合法沟通的呀 不是说你一句拆 今天就来拆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当初是你们要我们装 现在说你们要我们拆就要拆 当时咱们派出所 建议他们装的吗 因为当时嘛是 因为当时的环境嘛 就到现在是发生的比较多啊 就是我们建议嘛 就是一楼二楼嘛 为了保隆 拆得安全 建议大家装一下 街道的那封公开信里说 如本状居民不同意拆除 突保龙的 本次工程也不会强行进行 外力面改造 部分居民认为意思就是 是否拆除突保龙 完全是居民自愿的原则 不过社区方面指出 他们逐户征求过意见 80%以上都同意拆除突保龙 我们都有单子的 因为有一些人 我们都是跑单子的 最早单子 我们都是前面跑 有些人我们受伤 他们都不收 那我怎么办 那我肯定也没办法了 就像我们昨天 去交雷服人家 那就是不同意了 那你就能 但是我们 相当情况 他们如果不收的 你们是双气签 还是双反对 大部分人业组同意 那我们也没办法了 你做工程 不可能我得 都去100%满意的 你说对不对 比例多少人大概 80%以上都有的 80%以上同意是吧 同意的 是不是 那你现在来反应 就这几户人家 不是这几户 昨天我们签名 都有20多户人家 你这个80%的比例 怎么来的 你统讯过了 怎么叫资本资权 我们这么多人 怎么来的 你们这个小鸡 总共有多少户人家 200多户 176户 200多 176户 社区网书记认为 接到那封公开信 已经说明了 逐户征求意见 以状为单位 也就是说 同一状楼 如果多数业主 拆除突保龙 就按少数服从 多数原则 但现场部分业主 指出 应该公布详细情况 比如某一状的业主 有几户赞成 有几户反对 他现在那个口头数据 说80% 我们群里 为什么这么多人 都说没有人 来跟我们沟通过 接触过 因为我会发起一次统计 到底有多少人 都能偷了赞成票 都能偷了反对票 这样不就出来了吗 我们没有业委会了 业委会的人不知道在哪里 我们说业委会的吗 有业委会 这个组织 没有这些人 业委会的高材主任 还在来 一个上午了 刚才去医院 配药去了 然后呢 他也说的 晚上他们业委会几个人 我们也坐下来 再商量一下 但是也就这几个人没拆 那么我们也在座做工作 有位业主私下告诉记者 大伙其实更喜欢秃宝龙 因为增加了空间的利用率 可以挂一些风干的腊肉 香肠之类的 平宝龙就没有这个额外的功能了 最近大家现在鞋烧好了 坐下来还好 对啊 啥也没见吧 因为我们在21号的时候 今天又继续在施工 这个就是没有见 21号都没见 这个就是不对的 那我想能不能私底下 21号我不知道用 目前是要求统一拆除 秃宝龙可以改成平宝龙 也可以不安装宝龙 但这样一来 部分12楼的业主 不想安装平宝龙 又担心安全隐患 现在是不是因为 治安环境好了 现在建立装的这个宝龙是平的 平的 但是也不能说是这个违章的 对不对 他们突出来的这种事 有这种违章的 城管那边 这个也 开尾办那边 有这样的 有这个认定 城管到底有没有认定 原来这个宝龙是属于违章 城管呢 前期是没有认定 但是呢 今天在城管也在现场的 是不是违章现场 已经解释给他们听了 杭州市也有相应的 这个依据啊 然后是明确写的 突出外墙的宝龙呢 是这个属于违章建筑的 接到相关负责人介绍 图宝龙属于违章建筑 是必须统一拆除的 而且这个工作量相当大 你说三千多户了 你说三千多户啊 看我们一个人 三千多户是吧 三千多户啊 三千多户 我们整个 你不要拿大树去下 整个街道是吧 整个街道一万多户 三千多户 我们是街道是这样想的 因为呢 一个呢 是属于存在违章现象 另外一个呢 现在这个消防的这个情况啊 全国各地都比较多 然后呢 我们经常也在跟消防联动的 然后这个今年年 就年前年后的时候 中央应急管理部 也发了一个这么个通知 然后要求各个地方 要开展这类情况的整治 包括这个宝龙防盗窗 这个也是在整治范围之内的 部分反对的业主提出 他们支持老旧改工程 毕竟这是为了大伙 今后的生活环境更整洁 但他们希望在改造过程中 应该更加充分的沟通和协调 应当更尊重业主们的心声 毕竟他们才是小区真正的主人 就希望咱们见到 别的小区在做工作的时候 更加耐心 更加扎实 对不对 你哪怕哪些人反对 也把他们反对的意见 公布出来 然后赞成的多少 反对的多少 由大家进行讨论 对 要把18黄金也记得报道